我们这节来讲一下模型的恢复 就是如果我们前面 已经把模型的全值 存成checkpoint的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后面要恢复的话 首先我们需要先定义好模型的结构 然后你才能从checkpoint的文件里面 恢复模型各个参数的全值 那么这个恢复的过程 其实和以前我们讲的也是类似的 那首先我们一定要找到 这个checkpoint文件是存放在哪里的 就是要找到它的目录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目录指定为checkpointdir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tf.chain.lastcheckpoint去找到 在这个目录底下最新的那一份存盘文件 好然后呢得到这个最新的存盘文件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怎么样呢 通过model.load weights 得到最新的这个模型的全值 就是这么几步步骤 那么就可以了 如果做完这一步 那么模型的实际上已经把checkpoint里面的 所有的这些参数的值都装载进来了 那下面呢其实就可以直接用了 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模型 是最近一次存盘时候训练的那个结果 那么这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模型 去做后面的评估以及应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整个后面的过程呢 其实和前面讲过的呢都是一样的 好下面我们来直接在Jubit里面来看一下 好在这里呢我们进入了Jubit 然后呢我们执行一下这个 就是得到了这个checkpoint的DIR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份检查点文件 是这个checkpoint这个纸目录底下的Titanic100 这个确实是我们就是最后一次的这个结果 好然后呢我们通过load weights 把它给装载进来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了 就是目前这个模型啊 已经相当于是我们刚才训练的最终的结果 那么恢复回来以后 这个模型通过测试机去做评估 那么它这一次呢就是说 它的准确率呢是79.39% 就是这个样子 好然后呢我们后面就可以接着去 利用这个模型做应用了 那这些呢我们就不演示了 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 怎么样通过TentionBoard来可视化查看 刚才的训练过程 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去复习一下 怎么使用TentionBoard吧 因为这个查看过程和前面 用第一阶的API生成这个日子文件 再去查看是一模一样的 好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 Entercounter的这个命令行 然后进入日子的文件目录 然后我们再去运行TentionBoard 然后杠杠LogDIR 注意了后面这个目录 我们用的是当前目录 就是一个小点 一点就代表的是当前目录 那么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我这台电脑上 然后我们要进入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存放日子的这样的一个目录 然后呢再去运行它 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通过浏览去访问这个提示的这个地址 下面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而我们进入呢就是这个Logs 就是我这个日子的存放的这样的一个目录 然后呢把这个路径拷贝下来 然后进入这个Entercounter的命令行 那么CD 这个当前的目录 好这时候呢就已经进入了日子的这个当前目录 然后呢我们再输入TensorBoard 杠杠logdir 然后呢这个目录呢就是当前目录 打个小点就可以了 好这边呢会开始启动 然后会有一些提示 然后呢他我们我们这个的版本 现在是1.10啊 这个已经更新过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要访问的这个地址 我们打开浏览器啊 输入地址 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出结果了 那这边呢就是这个Scalar啊 这个标量的这个可视化的这个信息 然后呢这边呢是整个计算图的这个信息 然后呢这个是分布图 以及呢直方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那么这个呢 以前已经讲过具体的含义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展开再讲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一个Kalus 其实已经能够很好的去实现 我们前面用低阶 TensorFlow的这个API 实现了这些功能 我们下车到这儿才能够过去实现